HELLO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汉末三国是个名将辈出的时代 曹卫、东吴、蜀汉的人物呢 我们拍过的影片超过150集 有些人呢还登场过不止一次哦 然而呢这当中啊 却有一位观众朋友二熟能详的英雄 我们还没有拍过专片介绍 我也曾经在直播中说过哦 如果要论三国之礼呢 我个人最欣赏的将领 他在我心中呢 绝对有夺冠的实力啊 没错啊 这就好做 今天来给大家说说 在史书里头 雄姿应发 雨善观金 谈笑处 强辱灰飞烟灭的 江东美洲狼 周瑜 周公警 进入人物介绍正题前呢 还是要说一下哦 虽然周瑜没出过完整人物专片 不过在2019年时呢 我们有介绍过 他俊俏的外表传说由来 后来啊 在孙策、鲁肃、赤壁之战 乃至于前不久的 陈朴老将军影片内呢 都有提到周瑜的故事 因此呢有一种 周狼一直与我们同在的错觉啊 认真说起来哦 如果你把东吴建国呢 当成人的一生看待 周瑜的崛起呢 就是整个江东东一大人的过程啊 夸张点说哦 东吴国父如果是孙策 那国母就是周瑜了 好啦 我们赶快来看看哦 究竟周瑜短短36岁的生涯中 如何影响整个天下大局吧 周瑜自攻警 他是炉江书县人 之前提过 在包含三国志无地记健康实录等诸多史料中呢 都有形容我们家周瑜的外表 不外乎是身材高壮滋容英俊之类的 这部分哦 欢迎参考旧影片 而当时呢 我也说过 一个人的外表呢 是需要有相对应的内涵去支撑的 这么巧 周瑜啊 他家也称得上是 书香门帝 他曾祖父那辈呢 是在东汉张帝年间担任上书令 唐祖父周锦唐叔周中啊 都官至太位 周瑜的老爸呢 则是任职洛阳令 虽然哦 没有汝南原家四氏三公那么谣掰啊 但真要说起来呢 也是两氏三公的国家栋梁 而且呢 同样经历了许多东汉末年的关键时刻 就拿那位唐祖父周锦来说吧 他受到大将军梁记的重用 历任豫州刺史河内太守等职位 在豫州刺史任内呢 他也打开选才演 举用了许多青年才俊 好比像是天下楷模李英 刚正不阿的陈凡 寻玉的老爸寻滚等人 有些名气不大 但是有才学的读书人 周锦照样礼遇有加 常常找来家里吃饭讨论学问 再赠送礼物给他们花用哦 有这够链啊 根本就是东汉瓜哥在豫州送幸福来着 然而遗憾的是呢 随着东汉末年国力转衰 宗室外戚内斗不断 当初提拔周锦的梁记梁大将军 卷入风暴中心 被汉桓帝派出军队追杀 大将军倒台后呢 原本的门生故隶自然遭到清算 周锦因此受到免官家禁锢的处分 幸好他过去在豫州刺史任内 累积的殷德职啊 这时候发挥效用了 朝廷上下纷纷替他说好话 没多久周锦就东山再起官拜上书令 后来呢转任司空 而这时的东汉朝廷 又是另外一番风貌 皇帝为了平衡与外戚之间的关系 提拔了宦官势力 但宦官势力呢 又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和 司空周锦与太尉杨炳 就攜手合作拼命拔除宦官集团的人马 被弹劾去职的人数高达50位 诶 开头给这位讲这么一段 你们一定想说 这和三国英雄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已经知道周锦是周瑜的唐祖父 而那个跟他合作打宦官的太尉杨炳呢 往下传四代有个子孙名叫杨修 对面宦官势力背后呢 则有一个入宫三十几年 侍奉过四位皇帝的大人物 名叫曹藤 那是曹操名义上的阿公啊 这堪称呢 三国大乱斗的前传 因为这层关系呢 基本上哦 周家一直对宦官没有太大好感 东汉末年两次党雇之祸呢 也让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受到冲击 大家有发现吗 那个汝南原家怎么没什么戏份啊 欢迎参考一下我们袁绍那集的影片 袁家可厉害咯 两边押宝分摊风险 在黄金之乱爆发时呢 袁家又回到了权力的中心 而周家呢 则转趋低调 这一年啊 周瑜刚刚满十岁 年纪轻轻的周瑜呢 家住书县 由于优良的基因遗传啊 他无论外貌或见识呢 都深或相离好评 某天呢 他听说啊附近的寿春城 新搬来一位跟自己童年的小帅哥 也是一样的年轻有为声名远播 大家要知道哦 英雄人物呢 都是内建战力探测器的 很容易互相吸引啊 周瑜心想哦 我倒要去会会这个家伙啊 看看是须有其表还是有真本事 于是呢 他升骑白马过寿春 进城后 穿街走向敲门问路 终于见到了那名传说中的人物啊 有道是 崛起世事传闻里 最好交情见面出 周瑜与对方打个照面 忍不住心中赞叹 好个俊俏少年啊 两人稍微寒暄几句呢 更是意气相同 相见恨晚 从此呢 读书玩耍都在一起 结下了断金之交 秦统手足 没错 这个小帅哥不是别人 他就是当时夏培县长 孙坚的大儿子 孙策孙伯福 孙坚虽然住地是徐州哦 但由于常常需要带兵出门 加上徐州一带呢 也不算平静 他索性呢 把家人安置在寿春 周瑜知道这点后呢 就对伯福大哥表示啊 我们家在书城还有空房子 你要不要考虑 把妈妈和家人都接过来住 乱世中啊 彼此也好有个照应呢 公元189年 汉林帝驾崩 董卓入京 孙策他老爸呢 率领义军前往讨伐 儿子呢 则拜好兄弟周瑜所赐 带家人搬到书城的豪宅里 安顿下来 周瑜啊也经常登门造访 对待孙策母亲呢 李靖有家 甚至哦 还带着孙策四处拜访江淮一带的民事 这里啊就要说点现实面了 还记得前面我们讲到 周瑜他阿公那一辈啊 可是交友广阔 四处送幸福的玉州头人啊 想获得这一层人脉关系呢 五官出身的孙姦孙策父子党 如果要靠自己打拼 除非他们像朱骏一样 是金钱魔法师 否则打拼一辈子呢 都不见得有结果 而后来孙姦选择支持汝南元树 元树呢还表奏他为破鲁将军兼玉州刺史 这个周景曾经干过的老本行 周家有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 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 有周家深耕地方的人脉加持 搭配东汉最后虎将孙姦杀郭大的拳头哦 你要说呢 他们有阴谋直接踹翻元树 在玉州宣布是独立势力 我都不会太意外啊 答案是呢 时代的变化哦就是如此出人意表 孙姦封关后的隔年 他就在讨伐刘表途中战死 未满18岁的孙策 硬生生被迫提前接班 这段故事呢我过去讲过不少次 这里要把镜头对准周瑜 读过小说三国演义的朋友一定有印象 周瑜初次登场呢 是在孙策准备从元树旗下离开 前往江东自立门户之时 大家肯定也好奇啊 这两人感情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孙策爸爸过世 寄人篱下的人生低潮 周瑜没有陪在他身边 三国志周瑜传中呢 留下一条有趣的线索 孙姦领便当后啊 周瑜的淑妇周尚担任 丹阳太守 周瑜前往丹阳投靠叔叔 光看这呢有点莫名其妙哦 连着孙策传一起读呢 就豁然开朗 在此之前原本的丹阳太守 叫做武锦 武锦是谁呢 孙策的阿姑啊 他和孙策的堂兄弟呢 也都一起依托在元树阵营 孙策要出兵江东时呢 特别写信询问这些亲戚意见 而阿姑腾外申啊 立刻抛下驻地前来帮忙 以下呢 纯属哦 我个人猜测 元树知道孙策不可能久居人下 所以想透过调整他们亲戚的驻地军队 降低孙家未来的威胁 而孙策与周瑜虽然年轻 思路清晰却不下元家老狐狸啊 所幸呢将计就计 丹阳是进攻江东路上的前线据点 太守换人没关系哦 但必须是自己人 无警走了呢 周瑜啊就亲自去作证 这个推测呢 在孙策后续行动时也得到印证 譬如他打败流游 要接着攻打吴郡距跪姬时呢 周瑜本来想跟随支援 孙策却对他说 我手上兵力啊已经够多了 公警你就回去丹阳镇守吧 我后面啊不能没有你啊 而孙策呢也曾对外说明 周瑜在丹阳召集士兵传之粮食的功劳哦 是他能够成就大事的重要工程 加上从小相识 琴统手足啊 无论给他怎样的封赏 恐怕都是不够的 这里呢不妨思考一个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究竟会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你说要像刘关章桃源三结义那样的 山蒙海事吗 姑且不论哦这是小说情节啊 现实生活中呢 我认为要维系感情关系 这里不单止爱人伴侣的情感 也包括同事啊创业伙伴等等的人际往来 最最最稳固的手段就是 利益与共 没错很多人啊包括我在内 最初呢都不太敢跟好朋友 谈利益交换 但事实上呢有来有往就是最好的交流 有一句小技说了好啊 人情世俗不够够 没听到没走啊 你在外面跟人背对哦 如果都是单方面的付出呢 往往会让情感的悄悄板失去平衡 回头看看 周瑜跟孙策之间 存在着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呢 我猜啊当初十几岁的周瑜呢 认识孙策不久后 发现这个朋友是可造之才 也回报给家族长辈哦 接下来呢两个年轻小伙子 四处拜访江淮一带的民事 如江周家的名号呢 就发挥了作用 不然你要说孙策 跑去跟别人递名片 自我介绍说 你好我孙间的儿子啊 大概没几个会理他吧 但旁边呢 若跟着周瑜帮忙介绍哦 那总控就不一样哦 认真讲哦 照江表传记载 是周瑜主动去拜访寿村孙策 三国志呢则没有特别琢磨 这有点像情侣交往后 彼此开玩笑调情 诶当初是谁先追谁啊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啊 我们当然可以说 是周家选上了孙间孙策合作 看上他们的军事力量 但周家提供的协助也不含糊啊 譬如孙间为什么在那个乱世中 选择汝南元树做盟友 元树这个人个性有缺陷 他知道的 但如果孙周两家早有协议呢 汝南寿村这里哦 是周瑜家经营好几代的地盘 你把孙间想成刘备 元树想成刘表 周瑜呢就是那个诸葛亮 只要实际一道啊 孙间揭竿起意喊一声 元树暴虐无道 欲周有德者居之啊 瞬间呢就晋升地方军阀等级了 很可惜啦 孙间老大呢 没有等到这时候 就先下台一举功 这个阴谋论呢 就只能放在我们心底了 孙策少年接班啊 他的好兄弟周瑜 并没有放弃他 虽然表面上呢 还留在元树阵营 但私下完全就是孙家的班底 除了前面讲到呢 亲自坐镇丹阳 负责军粮士兵的运捕之外 还抽空跑去居朝 招募像是鲁肃这样强大的在野人才 到了建安三年 公元198年呢 则正式加入孙策军 挂建威中郎将的军衔 领兵2000人 这衍生出两个很多人会讨论 周瑜是不是言过其实的争议 第一个是周瑜的官职 建威中郎将这个官职很微妙啊 很多人会从这个官位呢 去反推周瑜的战功 我认为是不大公平啊 过去我们讲东汉狼官 主要是负责统领晋军保卫皇宫 但东汉末年各地都有叛乱 你也会看到像是 卢职啊挂名北中郎将去讨伐张角的情形 等到军阀割据时期呢 各种混搭的中郎将名号 就大量繁殖起来 周瑜的好兄弟孙策 当时呢自己领的官是 跪姬太守和讨逆将军 能够封给部下的五官头衔呢 了不起也就是位己五官到偏将军这种等级 事实上周瑜过世前爬到的位子呢 恰恰也就是偏将军领南郡太守 第二个讲的是呢 周瑜正式加入孙策阵营的时间 建安三年 孙策是几年过世的呢 建安五年 假如你是孙策起兵自立后 才加入江东企业的菜鸟员工啊 你有高机率呢 不了解周瑜的贡献 因为之前他名义上都是在别间公司啊 做的是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 啊不对 我是说后勤支援工作 或许是为了杜绝别人质疑的声音 周瑜在领兵之后呢 积极争取在战场上的表现 征讨晚成 豫章 奴林时呢 都有战功 大家耳熟能详的 引取大小桥故事啊 也是发生在这时期 这时的孙策呢 把目标放在荆州地区 授予周瑜江夏太守 中护军的官职 希望他能够主导整体战略 顺带一提呢 中护军这个位子也很妙啊 照东汉官职的规则 根本不是这时期的孙策 可以封的官 可是不管啊 遇到周瑜 小霸王也没什么原则 都好意啊啦 接下来的事情 大家同样熟悉 孙策不幸走上他老爸 英年早逝的路子 攻略荆州的任务呢 被迫暂停 周瑜从前线紧急撤退 到后方呢 与长使张钊 一同协助少主孙权 稳定统治 从孙权看待周瑜的方式呢 也再三加强前头讲到 他与孙策情同手足的关系 孙策过世后两年呢 曹操啊想要试探 江东政权的虚实 派出使者 请孙权送儿子到朝廷学习 欸讲白了 就是人质啦 孙权当然不愿意啊 就召开大臣会议 看到张钊等人都犹豫不决 心里急了 干脆直接把周瑜叫来内堂 单独与他还有母亲 总共三人开会 周瑜的发言很长 结论就是呢 你老爸老哥留给你这些兵嘛 是要你打天下 不是要你当臭俗辣 送人质给曹操 以后怎么做人啊 孙权的妈妈呢 还在旁边帮枪啊 公姐说的很好啊 她和伯福同年出生 我一直把她当儿子看啊 她就像你另一个哥哥 哥哥讲的话要听啊 欸 孙权啊真的听了 而且不只听一次哦 后来包括大家熟悉的 赤壁之战发生前 到底要跟曹操和谈 还是与刘备攜手作战 他都非常尊重周瑜的意见 因此打出了三国史上 知名度最高的一场战争 甚至呢可以说是周瑜人生的代表作 这段故事啊 一样欢迎回头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 孙权对周瑜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哥哥 有多看重呢 大家回忆一下 曹操说过啊 如果郭佳还在 我不会输这么惨 诸葛亮也说 如果法正还在 刘备不会输这么惨 是怎样 大家都比惨的呢 没有啊 我们孙权很正向 他说哦 如果没有周瑜啊 我不能打败曹操取得荆州 甚至当上皇帝 我对宫景的思念啊 是没有停止的一天啊 大家哦 学起来啊 派对王孙权教你说话的艺术 结论时间啊 聊一下哦 孙权这么说呢 其实也不算浮夸 我们从周瑜十五六岁认识孙策开始算 往后呢二十年 差不多就是把前十年分给了好兄弟 后十年呢 贡献给孙权 他在临死之前 都还跑到孙权面前分析国家大战略 提到要抢先刘备一步进攻益州 然后从关中与荆州分头进军 这个规划呢 听起来跟诸葛亮真的是有87%像啊 孙权呢也点头同意了 周瑜怀着雄心壮志返回驻地 准备召集兵马之际却意外因病过世 十年三十六岁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呢 三国演义说周瑜是被诸葛亮气到吐血而死 三国志呢则没明说是什么疾病 有些人揣测是周瑜 进攻江陵身中流史所留下的旧伤 但无论如何呢 他去跟孙权建议要攻打一周时 身体状况可能还没有恶化 正因如此呢 东吴的人们也都没有准备好 要面临与周瑜的生离死别 从孙姦孙策到周瑜 整个江东政权的崛起呢 充满了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戏剧心 但我最喜欢看的呢 也正是他们每一个人 面对极具改变的人生 都不轻言放弃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英雄说书需要你的支持 让好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 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这对创作者的帮助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我们的内容创作 这里是英雄说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